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晚安 來關心天氣狀況啦 先預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後頭即使影像是日月潭的美景 中南部地區這兩天如果要賞月的話 機會是滿大的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今天最熱的地方 一個是在新北三峽 37.6度 桃園是有37.4度 那海面上非常的熱鬧 我們就要來看 這兩個颱風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台灣呢 一個是貝必嘉 它已經登陸中國了 完全不影響 但是再來就是葡萄桑颱風 這個葡萄桑颱風未來走的路徑 你會覺得好熟悉啊 跟貝必嘉好像 有沒有機會影響台灣都在觀察 但能確定的是 目前影響台灣的不是颱風 而是在南邊的這個熱帶系統 它的雲系 它的雨帶 都在今天晚上可能會帶來降雨 那也代表說接下來中秋節 可能東半部地區雨勢明顯 就比較難看到月亮了 我們先來看降雨的部分 這幾天主要都是東半部跟恆春 會下大雨 所以也因此雲層是比較厚的 西半部地區有機會看到 皎洁的明月 所以透過賞月指數 我們就要來看到 整個呢 賞月指數比較低的 都是在基隆北海岸一直到台東 大概不到兩顆燈 但是你可以看到呢 整個西半部地區 在南部還有呢 中部左右 其實賞月指數都還滿高的 也因此呢 在東半部有沒有機會 播雲賞月都可以再碰碰運氣了 那以上是最新的天氣資訊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字幕了 В нашейendi 李卓 李卓